今集厲害了 有三個話題 第一個就是習總再動兩個親信 厲害了 突然之間他就變了四書獨裁者 書足四鋪 哪四鋪呢 一會兒告訴大家 第二個話題就是華為重金 劉華 劉德華 做這個代言人 做了什麼非凡大師 但都救不了 沒用的 他的新手機這個Mate 60 Pro 反而三大弱點就進步路 三點進路 真是厲害的葉玉卿 厲害的書旗 第三話題就是李家超神論 香港獨特優勢 但就變成了神語 即是語言特區西過文西 來了 來了 大家 各位 好了 唉 不好意思 要提一提 不好意思 希望大家一路看Youtube 一路可以按這個 Super Thanks 可以幫到小弟的了 另外 很希望大家可以Google search 八五郵報 八面郵報 at Patreon 八面郵報 at Patreon P-A-T-R-E-O-N 去那裏做訂戶 或者做訂戶 好多謝大家 來了 各位 什麼叫做不明則爾 一明怕人 習總就真人表演給大家看 又是表演給大家看 真是 七到沒有朋友 話說昨天 習總主持這個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 就強調 要推動 原文照錄 要推動全面重嚴治黨 向中心發展 即是中環發展 又深入 又很厲害 總之深入的發展 其中就特別的提到說 壓緊 壓實 又要壓得緊 又要壓得實 打緊 打實 這個紀檢監察機構監督責任 即是連 什麼紀律檢查委員 中紀委 什麼什麼紀委都要搞 那幫人 這些廉署的人都要查 這個意思 還有就是要壓緊 壓實 突出加強對各級一把手的監督 那些什麼黨委書記 軍委主 副主席 這些這些 習總這番說話呢 就令人聯想到 這個前外長秦剛 國防部長李尚福 這兩個副國級領導落馬之後 最近就封傳 中共中央軍委的紀律檢查委會書記 是嗎 好像這傢伙 他叫做張聲文 還有呢 之前小弟也跟大家說過了 那天那個叫做 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 張又俠 都出事 因為軍委常運作就是這個張又俠 看著的了 軍委主席就是習近平 他怎麼看得那麼多啊 沒辦法 不過他想看都未必到他看 是真的 這樣呢 都出事 好像真的呼應著 習總說 壓緊壓實紀律檢查機構 紀律檢監察機構 監督責任突出加強對各級一把手的監督 這句話 如果再配合更加瘋傳的小弟也跟大家說過的 推背圖第46掛像的話呢 就更加 舊式火車開車的時候那種聲音 就是 舊式火車開車的時候那種聲音 厲害了 尤其是第46掛像的重詞說 由日軍人 新大公 只言我是白頭翁 東邊門裡伏金劍 勇士後門入帝宮 嘩 在後門插你啊 現在張右俠和張昔文 都是新大公 因為公長章 公長章 他是帶著一把公的一個人來的 都是姓張的軍人 公長章軍人 這樣就更加認了 空月來風 事必有恩這個股份 而習總之所以搞成這樣 可以說 是這個獨裁者 魔咒有以置之的 什麼叫獨裁者魔咒呢 就是你越獨裁就越不信人 因為你越獨裁就越做得多陰則野 越做陰則野 就是說 越是要 要硬推行一些東西 你就覺得下面一定是不服的 但是它下面會遵行 不遵行呢 你又要靠恐懼 恐怖措施 就是大開殺界的措施去做 這樣你其實很不信人 很害怕 很害怕就不斷打開殺界 就很容易 老婆都害怕了 女兒都害怕了 這些都不信 就是這樣了 一直一路一路一路 就變成孤家狗人 是不是 寡人有侄 寡人好色 結果 習總就會變成崇禎 這個都是小弟第一個說的 習總 習近平越來越像崇禎 習近平就是崇禎 就是二十一世紀的崇禎 就是說什麼呢 就好像崇禎皇帝那樣 文武百官 到頭來都不作為 你做我那份 做好死的那個 到頭來只需要一個 李自成之旅的賊仔 都可以殺入你子禁城 坐了你的位 就是這樣了 現在習總固然都還沒有上 這個景山 以前叫梅山 那裡吊頸 還沒有洗著的 但是 他的親信 一而再再而三 三而四 這樣出事 就令他淪為這個 四書獨裁者 什麼叫四書獨裁者呢 第一個書就是指 習總如果不處罰 秦剛 李尚福 張又俠 張聲明等等的親信 就會被黨內其他派系的人 視為是雙重標準 視為是假反父 假反貪 這樣 真的很難搞 第二個書就是 如果習總 處於佛這幫親信的話 就會被視為用人不察 枉為明君 咦 剛剛升了 秦剛 李尚福也是剛剛升的 全部 就算張又俠連任都是你的 張聲明都是你的 全部都是你 陰念出來的 不要說以前李克強搞住你 或者誰搞住你 沒有人搞你 你是不是假的 不要說 是不是 第三個書就是指 如果習總處罰這幫親信 而他本身已經不多可以用的人了 沒有幾多個可以用得過的人 結果你這樣處罰法呢 現在說 軍隊裡面還有十幾個排隊去等槍斃 你只會越來越選兵折將 你只會越來越買少見少 你只會越來越乎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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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最近的書是什麼呢 如果習總處罰這幫親信的話 習總 習派中人 即是習家軍 他們肯定一個一個都會想 哇 頂你個肺 習近平這條憤腸呢 隨時都會推我們去死的 是不是 哇 這個大哥真是跟不過 是不是 結果 這個所謂習家軍呢 根本就是 啊 恩利而來也都恩利而散的 是不是 他們一有機會呢 就會跟過另外一個大哥的了 這個大哥也跟不過的 甚至會會倒戈傷害 插多你兩下 不過 講到美歸根究底 都是習總自己信心不足 能力不濟的問題 事關毛澤東也好 鄧小平也好 他們都是放權 給一些親信 就是所謂他表面的 一當大當家 其實都是二當家 去做事 那一旦出事呢 才找這個二當家 即是坐館也好 二路元帥也好 去背了一隻 哎呀 不好意思 借你人頭一用 這樣解 好似毛澤東 他自己搞了一趟攤 就找劉少奇來 背了他 接著就找林彪背了他 而鄧小平呢 先是找胡耀邦背了他 接著就找趙紫陽背了他 對嗎 至於下面的人呢 就可以繼續跳舞 Number two Number three Number four 繼續跳舞 繼續做事 沒事沒事沒事 繼續開工 其中最經典的例子 就是毛澤東時代 就是劉少奇的副手 鄧小平 之後都可以復出 是毛澤東親自給他復出 對嗎 還有鄧小平時代的趙紫陽大臂 陪趙紫陽去天安門廣場 跟學生說話 那位呢 那個叫什麼 那個叫溫家寶 都可以繼續做事 那又是 找人做事 你大開了 那怎麼辦呢 對嗎 總之怎麼說都好呢 習近平可以說是失敗中的 失敗 事關 真的好像那條 那罩面裏面那條 朱大腸裏面有屎的 真的失敗中的失敗 事關習近平操莊以來呢 他做什麼都是錯的 還沒對過的 那 事實舉的例子 由 動這個以許家印為首的地產商 到動以馬雲為首的新經濟 而是動新東方為首的補習業 甚至乎搞什麼鬼退臨還耕 去英語化 通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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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錯的 就來香港 習近平都是一路走來始終不行 好像說 懦弄唐英年 扶植梁振英做特首 結果梁振英就生安八做了一個港獨出來 之後搞到那麼多事都是梁振英開始 好像說不要曾俊華偏要林鄭月娥 結果林鄭就乾激自用到 強行都要推逃犯修訂條例 繼而就摧生了 足以摧毀香港的國安法出來 至於 現在都要確立以李家超 鄧炳強為主力的公安領導班子 更加可以說確立了一個史上最弱雞 史上最難看史上最失禮的特區領導班子出來 總之一句到尾 中國出了個史上片 中國出了個史上片 中國出了個習近平 實際上已經足以證明 中國 不是 實際上已經足以證明 中共 氣數而進 其實是好事 第二個話題就是 華為重金禮聘劉華 都救不了 他的新手機 反而 他的新手機 Mage 60 Pro 三點進路 三大約點進步路 剛剛舉行的華為 新產品法會 最受注目的環節戰 是重金禮聘劉華 做代言人 做什麼非凡大師 不過 深水晶的朋友 一看就看得出 這場show的主人家 華為常務董署 終端BG業務集團 CEO余成東 他竟然隻字不提 這個華為新手機Mage 60 Pro 名字提都不敢提 只是說什麼先鋒計劃 都不知道說什麼 這個代號 這樣 就三點進路了 這樣 就三大約點進步路了 第一大約點就是涉嫌他爺 即是中國晶片龍頭企業 中芯國際涉嫌 將受管制的七藍米晶片 提供給華為新手機 他不敢說 美國商務部 就已經說明說會調查 展開了 問你怕沒有 第二大約點就是量產不到 關於這個弱點 美國商務部部長 雷蒙多日前 在美國眾議院科學空間與技術委員會 舉行的一場聽證會上面 就說明說 我們即是美國 沒有任何證據 表明他們華為 是可以大量生產製造出七藍米晶片 即是隔離 你屎到沒有朋友 而根據華為最新調整的手機產量 今年即是2023年 將會由原先的三千萬部 就提升到四千萬部 即是生產多一千萬部手機出來 如果全部都是這個新手機 Mate 60號的話 數量雖然都算可觀 但是很老實 跟iPhone 15 預計八千萬部比起來 都只有百分之一 即是蚊比和牛比 更何況 都未必做到一千萬部 可不可以生產到一千萬部手機 都好性問題 事關業內人士評估 中芯國際7納米製程的良率 即優良率 是可能不到15% 不到一成半的 即是說一百塊晶片 中芯做出來 那些7納米的晶片 只有15塊 頂擾得15塊 用得到 如果華為真的要出一千萬部 Mate 60號的話 以中芯國際生產7納米的良率 不夠15%來計 即是說至少都要生產 六千六百六十六萬部 六萬塊晶片 才可以止到咳 才可以給到一千萬部 華為Mate 60號用 那你做不做都好成問題 因為很麻煩 你用的機器很差 聽上去就知道 聽上去第三大弱點就知道 第三大弱點就是成本超貴 根本就不符合經濟效益 關於這個問題 你現在選擇大風霸 原宗肥佬 還有人家iPhone15 用三納米晶片 你還用七納米 你真是七度好朋友 好了 總之成本超貴 關於這個問題 中華經濟研究院的副院長王健全 就指出話 中芯國際7納米晶片技術 它是用這個DUV 不是EUV 不是極紫外缸 也只是用低檔次的DUV 深紫外缸機 重複曝光技術去生產 即是甚麼呢 如果你要做現在7納米晶片 就等於要用4 EUV機 極紫外缸機 只要用一部機就可以了 要用4部機 反覆去做 才做到 但是優良率 都是不夠一成半 但是呢 這個中華經濟研究院的副院長王健全就說 如果你這樣做 那優良率 那優良率必須達到七八成呢 才有盈利 才可能有盈利 才有錢收拾的 那你現在只有一成半 頂用得一成半 你吃市嘛 是不是 你加上的量率 是不夠一成半 那即是說 整一塊就是一塊 整六千六百六十六萬塊 難怪這個華為那個常務董事余成東呢 不單止沒有提到華為新手機Mage60號的名字 更加連究竟會生產幾多部呢 都沒有說 無他 雖然中共會扔三千人民幣出來 那華為未必拿得完的 但是都是打中臉充肥腦 總之華為如果一說出來呢 只會被行家笑到臉都黃了 是不是 就是這樣 好了 第三個話題就是 李家超神論香港獨特優勢 其實就是神與特區西過文西 李家超沒有讀過大學的 咸秀澳洲碩士 他是咸秀的 不是甜秀的 是咸秀澳洲碩士 果然真是不學武術 果然真是亂說無為 事關於他昨天在一個財經論壇上說 香港是唯一一個指和中國優勢和環球優勢 與於一身的城市 就是這樣 香港是唯一一個集合中國優勢和環球優勢 與環球優勢於一身的聲音時 李家超的意思呢 自然就是說香港可以擁有 the best of both worlds 兩個世界最棒的東西都有 這個說法在97年之前肯定可以這樣說 而2019年之前勉強還可以這樣說 但是2020年6月底 港版國安法實施之後 這個說法就不可以說了 這個說法就變成了 這不是我 墳槍 存膠 尋鬼 信 而對大部份香港人來說 以至大部份龜佬來說 香港現在並不是擁有 the best of both worlds 而是被迫擁有 the worst of both worlds 兩個世界最差的東西 在你那邊 即是怎麼說呢 喂 你扮中國城市又不夠上海來 你扮國際城市又不夠新加坡來 甚至遲些 你做中國城市都不夠深圳來 你做國際城市都不夠台北來 那你怎麼搞呢 是不是 也就是說 香港以前是中西合璧 天下無敵 那就是中西派職 死不足色 好了 今集就講到這裡了 總之很多謝大家的支持 很希望大家可以去Google search 八五郵報 at Patreon 八五郵報 at Patreon 去那裏做訂戶或是再訂回來 總之 還是再說一次 很多謝大家的支持 有你們的支持 小弟一定會揭盡所能 想盡辦法 扭盡六人去繼續堅持 好多謝大家 多謝了 拜拜